各位在场的贵宾、朋友以及工作伙伴们,大家好 首先想要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用远区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 Girls in Tech Taiwan公益黑客松开幕式 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我在纽约认识了英国的I am the Code的创办人 Meryem Jem Meryem出生在Sénégal,就是塞内加尔的乡下 她13岁的时候被人口贩子偷渡到巴黎,遭受性剥削 15岁的时候在街头流浪,被警方逮捕 由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她直到16岁之前几乎都不会读书、写字 她是靠着在图书馆里面背字典、读百科全书 甚至自学试算表和城市语言来翻转自己的命运 2016年,她成立了社会企业I am the Code 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孩 从厄运的手中来抢回人生的主导权 我在Meryem身上看到的和Girls in Tech Taiwan公益 黑客松想要传达的精神是一样的 全世界有大约15%的人口是属于弱势族群 这些朋友由于少有资源为自己发声 导致他们的需求时常被忽略 有时候更拉大了生活和发展的差距 透过黑客松 我们可以结合科技的创新和公民的协力 让想要解决社会问题或遇到问题的朋友 都有机会玩起袖子 一起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来实现更好 最后我想要强调 在任何的领域 女性都拥有也应该被赋予 和其他的性别一样的机会 我想祝福在场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不受性别的限制 找到人生的兴趣 也祝福这次的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